这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提升齐心幸福感的15家小玩意儿 包括7个改装件 两个多媒体 4个护具和两个魔旅必备的好东西 大家可以自行跳转到想看的部分 非常适合新手以及即将入坑摩托车的朋友们 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 第一部分改装件 身高脚踏 身高脚踏前我骑架的差是这样的 改装后骑架的差是这样的 身高一个脚踏我觉得装对了 你知道吗 特适合我的身高情况 有利于加紧油箱 所以过弯会变得异常放松 我没有降低车霸 加上本身胳膊也够长 其实齐心姿势没有多大变化 日常上下班完全没有胳膊酸痛的感觉 缺点就是挂二挡不太好勾 刚开始很容易挂到空挡 另外就是车梯不太好往下踩 不过我个人是可以接受的 经常跑伤的同学可以安排一个 幸福感满分5分 我给他打4分 给JSX改装省力离合 我已经用了5个月了 花30块钱就可以体验滑动离合的手感 这个东西原理很简单 就是利用杠杆原理 减轻粘离合需要的力道 花原来三分之一的力量 就可以完成换档 缺点就是刚开始装的时候 需要反复调节离合线程 如果调不好的话 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挂不上档 或者是找不到空的 二是某些档位 即使你给足油 速度依旧上不上来 所以改装的时候 调节离合线最好边试边调 每个档位都要试 调节到最合适的状态 东西吧倒也不贵 30块钱 贵就贵在手工费啊 低情商来说 反人类的工业垃圾 高情商 给改装一个 朽朽的挑战 总的来说呢 就这么一个小配件 还没一个鸡蛋成 但是效果非常显著 幸福感满分5分 我给他打了4分 折叠牛角 这东西简单说吧 可以极大降低摔车之后 换牛角的成本 摔车之后 诶 他会自己缩进去 还可以这么折 缺点啊 就是不能自己装 哼 而且你要是装不好 很容易爆FI 所以你得找 非常熟练的老师傅装 诶 一点事没有 幸福感满分5分 我给他打4.5分 如果没有防摔杠 我修车的钱 会多出一大笔 按我导车的经验来说 导车是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呢 是车速快 诶 人车分离 这个时候防摔杠 是为了保护车子的发动机 保护板块啊 只是烧带的 第二种导车是原地导车 以及低速导车 来不及收腿的这种情况 防摔杠可以让你的腿啊 压伤的概率减小 其实吧 如果你不导车 防摔杠就是个摆设 还是那句话啊 新手的话 装防摔杠 力大于弊 有比没有好 度过新手期之后呢 如果要练金卡大的话 记得要换成一字杠 或者是图片上的这种杠 不然的话 它就会磨到下摆的位置 我给它打4.5分 加宽脚踏 我挺喜欢的 原车就是一个过儿 好不好 脚感不好 这个加装之后呢 受力面积变大了 踩下去很稳 还不妨碍正常骑行 我给它打4.5分 挡杠套啊 兄弟们啊 大哥们啊 大姐们啊 一定要背上 原车那个黑色的胶皮套 会掉色 还洗不干净 这小东西啊 也不贵 不需要什么热速胶套啊 还要吹风机吹啊 那么麻烦 对准孔位 使用往上一套就好了 然后我给它打4.5分 真的太好用了 我囤了好几个 而且非常耐用 基本上得半年一换吧 手机之下 今天 我摊牌了 我承认了 我就是一个路痴 出门超过三公里 我就要打开导航 雨音播报还不行 路口多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拐弯 必须得看着地图 给我指出来的那种 东大西北风不行 这个可能是遗传了我妈妈 最怕手机没电 最怕有人问路 所以对我来说 手机之下 真的是一个刚需品 手机之下 会把手机震坏吗 确实有可能啊 朋友们 如果你骑的是高转单缸车 还经常走烂路 我的个人建议是 手机之下 就别装车板上了 不然你的摄像头 可能就会变成这样 我呢 还是比较幸运 用过两个手机之下 三个手机 都没有摄像头震坏的情况 这个X型的支架 用了最久 但是吧 它抓的不是很牢 随手一拍 就我一位 新买的这个支架 是带小勾勾的 可以牢牢锁住手机 还可以单独搭配 一个防震支架 这个小玩意儿 我也刚刚才拿到手 等我用几个月 再给各位做报告吧 看看到底是智商税 还是真鸡肋 好像都是说太不好的 好了 这是分享的第一篇章 第二篇章呢 包括两个多媒体 四种呼吸 以及两个小长途的 必备品分享 对比的东西比较多啊 有的还在等快递 比如说我找了好几个手套啊 然后还要借朋友的那个包作对比啊 什么类似的类似的 尽量给大家做大做全 我会尽快拍完更新上来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呢 觉得看得开心 请帮我点个赞 投递两个圆圆的东西 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 你最喜欢的改装件 我们下期再见 打了个白